筷子在山西除了吃饭还是一个做面的工具 一根筷子一口锅一团面就可以做成一碗面 山西面食有300多种 但我认为这个剃胶是最好吃的一种 我叫杨刚是山西省剃胶面第三代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 剃胶面据传说于唐朝李世民的唐妹八姑所创立的一款面食 俗称八姑面 剃胶面瓦看似简单 其实它也很讲究的 它的面粉选自于我们山西运城地区所产的小麦粉 我这个剃胶面讲究一个水温是冬暖夏凉春秋温 和面的时候水要一次性加稻 让面和水充分的拌匀 面要讲究是三饭三串 特别光的面才能剃出口感特别劲道的面食 火好的面饧上半个小时以后就可以剃这儿了 剃出来的这根面 两头尖中间银 也俗成为锅银 剃尖讲究一个手腕的力量 用这个筷子在盘边轻轻地压住一点面 另有手腕的力量出面的时候到锅里顺势往进甩进去 甩出来的面大概就是个15厘米左右 在我们山西面菜结合的菜特别多 最常见的卤一般是西红柿卤 炸酱卤 小炒肉卤 还有我们这个三丁卤 像我们这个山西这个醋调和是很具有代表的像我们这种卤 葱 蒜 爆香以后放着干辣椒 青红椒 豆腐干 还有我们那个黄豆 在热油时把这个醋连锅边再把它拼散 山西特有的剃尖面 配上我们的醋调和阿巴蒜 还有我们胡萝卜丝 山西特色的味道一下就出来了 ребята 来 树 山西面是最有名的 它吃着肚里的舒服 然这像我们家乡的味道 吃着妈妈的味道 特别香 我是那个打外地来的 听说这个 Spit сразу时候如是刀销面出面 然后来了,之后有这个梯尖 然后就尝� here 这个梯尖 结果呢 剃尖比那个刀削更好吃 我小家里面就是开的这个饭店 经常看见自己的美食 也在做一些面食 在我毕业以后 作为这个职业选择的时候 当时我就想做一个厨师 在做厨师的时候 当时我就选择了一个面儿师 我现在还很年轻 我想通过我的技术 让更多的人了解我们山西面食 让我们山西面食 走向世界 走向未来